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阳机长 最近很多地方都降雪了 由于雪天路滑,导致交通事故贫乏 虽然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路滑所导致的 但是,这跟驾驶员的经验和开车技术也是分不开的 那本期视频,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冰雪路面的驾驶经验 在冰雪路面上行驶 由于轮胎与低面的摩擦系统小 车辆无论是在起步时还是刹车转弯 都有可能出现打滑摔尾失控的现象 冰雪路面开车最难的就是起步和刹车 下面讲一下我自己在冰雪路面是怎么开车的 首先要测试一下车辆以每小时30至40公里的速度行驶 紧急刹车需要多远的距离才能刹停 只有了解刹车距离才能知道应该开多快 与前车保持多远的跟车距离 例如现在下完雪以后,我要在这段路上行驶 那我首先就会测试一下刹车距离 车速根据路况来选择 保持在30至40之间就可以 用急刹车的方式来测试 我先来提速来测试一下 我把车速提到40 现在40了,我来急刹车 大家看,我刚才是从这里开始刹车的 车在前面,我刚才测量了一下刹车距离是18米 所以通过测量我们就知道 在这种当前的路况情况下 我们车速应该开多快 刹车距离是多少,这样做到心中有数 另外我还会找一个宽阔的场地 测试一下车辆的稳定性 就是左右打方向,模拟紧急避让动作 测试转向是否精准 后轮会不会发生甩尾 下面讲一下冰雪路面的起步 自动挡车型在冰雪路面起步 不要大脚油门 这样扭矩过大会使车轮打滑 如果在D挡起步困难 我们可以把挡位切换到手动模式 有的车型带有冰雪驾驶模式 也可以切换到这个模式 其实无论是哪个模式 都是在起步的时候 把档位锁定 为了减小扭矩 防止车轮打滑 大家看我现在切换手动模式 我现在用二档来进行起步 这样就不容易打滑 我再起步试一下 冰雪路面行驶 如果是上坡路段 不要减速 要靠怪性冲上去 下坡的时候呢 可以切换成手动模式 我们可以降低档位 用低档位行驶 然后呢 轻踩刹车 这样来控制车速 前面是弯道 在转弯的时候呢 我们要提前降低车速 在转弯的时候 方向盘要轻打轻回 这样呢 用比较大的转弯半径来转弯 这样可以减小转弯时的离心力 有一点需要注意 在冰雪路面上踩刹车 ABS会介入 会感觉这个脚下不停的震动 这是正常现象 只要踩着刹车踏板就可以了 不要因为震动 就把脚给抬起来 如果不是紧急情况 前方有足够的距离 我们也可以采取这个点刹的方式 来进行刹车 以上这些 都是我个人在冰雪路面开车的一些经验 大家如果有条件 在冬季开车的时候 最好是配备一张雪地胎 或者是黄伐链 这样的开车能更安全 那本期视频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帮我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